一条鱼不是只有鱼腩 鱼背多人瞻着吃 只要你会吃 鱼头鱼唇同样可以煮得超级美味 大厨教你煮鲜磨豆浆海蜆鱼头煲 用豆浆带出材料原味道 鲜味十足 再加一个酱油水香煎鱼唇 一定越吃越滋味 今天陪我们开饭的英俊大厨 就是Sanley O'Balla 你好,Jesman 你好,Sanley 我知道Sanley平时在家里都是你下厨的 你两个女儿最喜欢你煮什么 其实我两个女儿最喜欢吃没有骨骨的食材 很喜欢吃蜆 所以没有骨骨的鱼就适合它了 没错 鱼还可以,真的有脂肪 适合女儿吃完后皮肤又漂亮 其实很好,就像我今天想介绍的菜式 鲜磨豆浆海蜜鱼头煲 真棒,那要准备什么食材呢 我看到你已经准备了一个大鱼头了 是的 其实在街市是怎么选择的呢 其实大鱼头呢 第一,看一看的尺寸和表面 一定要有光澤 而且表面是很有弹性的 真的吗 有很多鱼头 对,有很多弹性的 其实我选择大鱼头 最主要是想选择大鱼头 因为想吃鱼魂 对吗 现在我反过来给你看看 看到吗 如何为之漂亮呢 而且鱼魂的尺寸要够 够大就越好 我听说是看眼珠 眼珠是否越清晰越漂亮 就越好呢 那一定 像是精灵的 在街市买了鱼头 又如何处理 街市,我们的鱼档 一般是我们的师傅 他就这样脱了鱼头 这里的鱼颈的位置 也有些轮的 有些轮的 打不干净的 我刚刚就用小刀 把鱼刮干净了鱼头 好,我们反过鱼头 你看到这边也是 在鱼档买回来的海鲜 这个腮部的位置 通常都会留一点点 所以回来自己做多一点动作 这条我们先脱出 然后这里有一块 它是脱的 它脱的 它这个位置 它是刚刚黏着鱼蚊 是 只是后的这个位置 早知道脱着鱼 两个摺蚊 身上的身上 新把胶纸进去 剪一下 整个鱼头就可以轻轻 剪一刀下去 然后沖一沖水就可以用了 好,明白 好了,鱼头洗净了 对 我们要准备的材料就是蜆 对吧 是蜆 清洗方面有什么技巧 基本上在街市上 买来的蜆 最好是加入盐 盐水 让它容易吐沙 吐沙 吐沙 对 还有一个方法 可以加少许麻油 也可以 麻油也可以 除了蜆之外 我知道你还准备了菜 对 笑菜 对吧 为什么会选择少菜呢 因为很多时间 你看到有很多一包小小的 花花菜 对 对 为什么这次会选择少菜呢 亦是因为现在的天气 比较时鈴 它会很甜 是吗 看上去也很漂亮 对 待会我们煮的时候 它的甜味会釋放在汤里 我现在可以先把它切掉 好吗 好 这棵少菜你有怎么切法呢 Stanley 好,这里有个顶部 这就第一次不要了 我知道了 对,先切一下 但是不要切太深 然后你可以很简单地 把它切掉 对,把它切掉 好的 好,其实在街市 一般叫做笑菜 是 它另外有个名字 叫龙牙白 龙牙白 对,也会贵一点 但也会甜一点 我叫笑菜便便宜一点 不是 也不是 因为它有形状 形状 好,我们全部剥好了 现在我告诉你如何切割 是,铃银 对 铃银 对,我们现在示范 就是一块一块切 是 平时都搭切 就是角形状 切割的位置 对 这样切出去便是铃银 这个大小就刚刚好 不要切得太小 因为如果切得太小 你把汤里煮后 它会很快溶化 对 好,切完菜了 我们现在可以立刻煎菜呢 对,正常鱼头的做法 是真的要整个放进去炸一炸 才会拿到香味 但是我们在家煮这个家常菜 就没可能烧那么多油 去炸鱼头 对,很浪费油 而且会危险 对,容易爆炸 对,其实 为什么有这个动作 是让它比较香 对 烧热后,可以先加些油 不用太多 好,可以现在做一点动作 我们在鱼云中间这个位置 放一点盐花 因为这么大一块鱼云 你不放一点盐 它不能入味 所以怎么也要放一点盐花 吊一吊味 对,可以入味 对 那火力是否需要大火、中火力 中火力 中火力 对,中火力 不用害怕 其实我放着给你看 对,很快已经有点金黄色 对 对 所以我们现在暂时 就是轻轻辣一辣 它不需要煮至全熟 对 因为我稍后还要放下去 轻轻蒸一蒸 我经常在想 鱼头会否更腥呢 其实我也说 腥与不腥 真的要看是如何选择食材 因为本身它是淡水鱼 它怎么也会有一点泥味 但我们怎么用这些处理的手法 就是让它第一,有香味 第二,就是可以去除 它本身的淡水鱼的泥味 对 好,我们轻轻煎它两边之后 这个时间可以反转它 让它逼一逼鱼云这个位置 我也多说一点 刚才你们看到我 在它中间那一刀 是 但是那一刀没有那么深 为什么呢 它一开始有油或者有温度 它就会软身 它就会沉一点 对,你看到现在的状态 没有刚才那么挺身 对 对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这样 已经可以,可以关火了 然后如何观察它 可以吗 你放两片姜下去 除了爆香,它有一点姜味 也有时间就是我们的姜片 煎至金黄色够透了 对,有点凍凍凍的 那鱼鱼已经可以了 多好 可以放下去了 我来试试它的速度 好,那鱼头我们煎好了 我们现在放到碟里面 我现在处理了鸡汤 会埋芡 掛在鱼头上,我们盖上盖 大火蒸8分钟就可以了 我记得刚才的蜆很稠 像浆糊那样稠 为什么要弄成这样 为什么鸡汤蜆要埋得这么稠 因为如果鱼头就这样蒸 它会很粗 所以为什么要埋芡汤蜆呢 让它有薄膜包住它 对,而且你看到刚才 我只是在鱼魂中间的位置 放了一点盐花 但它外面是没有味 对 作用就是除了它滑身之外 第二样就是给它一个味道 细细 细细细 待会蒸好出来 你会看到它的状态 就会很滑滑滑滑滑 但是为什么要蒸 我看到有些人 煎一煎它就算了 对,煎一煎它 做法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出来的效果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煎好之后 如果我们直接放豆浆 或者鸡汤煮的时候 它又会让鱼的鱼魂 或者鱼颈的肉质会很粗 是的 我们蒸就可以 第一,我们可以更容易 控制鱼头的生素程度 而且可以保持鱼魂 还会很嫩滑 所以是这样的方法 目的就是要嫩滑一点 对,一定要嫩滑一点 是 好,现在我们就可以处理下一步了 好 先做了我们的汤底 好了,我们烧热了之后 那我们这个时间可以 加点鸡汤 加点鸡汤 现在再加这个 豆浆 豆浆 是否一比一的 和鸡汤的份量 是,没错 即多少鸡汤 就是多少豆浆 对 到时准备 是 其实这个菜式的传统做法 是用鱼汤去做的 是的 因为你不会真的 像我们平时在厂厅做的 特意去另外买些凉鱼 或者在街市 有时看到有些漂亮的梳啰鱼 也可以 但是那步骤会反复一点 是 你要另外熬鱼汤 再撞下去 那当然了 我们的鱼云今天卖得这么漂亮 其实它的鲜味也很足够 所以为什么选择这个豆浆 去做的汤底 第一,其实因为它营养丰富 而且它的质感 和我们熬出来的鱼汤 也很相似 所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的 它也扮到鱼汤的感觉 都是奶白色的 是的 但是鲜味差一点 所以我就加这个片 是的 那鲜味再出一点 就是鲜甜一点 那鲜后次序 其实因为它的蜜很快 所以它差不多煮的时间 我们加了一些酵菜 让它煮到 入味 五分钟左右 好 然后调少一点味 加蜜 然后加鱼头 盖上盖就可以了 其实洗完鱼头之后 其他步骤都很快走 是的,没错 好 好,滚了五分钟 再开 有点起色了,滚了 对,滚了 这个时间 要加蜜 记得浸完盐水 之后要清洗乾淨 我再沖一沖 要啊… 因为盐水在表面很咸 好 好 可以直接用 大概要煮多久 三分钟 三分钟就完成了 对,已经三分钟了 但这个时间 可以放入鱼头 盖上盖 一起三分钟就可以了 好 好,我们八分钟了 你看到鱼头 我们下个鸡汤蜆 刚才很稠的 对… 现在蒸出来之后 它就变成了流质 而且它就是圆圆 有一股薄膜 包住了 对,很似的 对,你看到它就会很… 还要有弹性 对 那个效果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原来如此 现在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用一支长筷子 现在可以用它 那就是最安全的做法 是 对 长筷子 你把它放进去 对 那我们盖上盖 再煮多三分钟就可以吃了 这么快? 是的 可以开饭了 Zenny,刚才你做了鱼头煲 我看你还有一个鱼头 这个鱼头是做什么呢? 对 除了刚才我们煮的鲜鹅豆浆海鲜鱼头煲 这个鱼头我会做一个醬油水 煎焗鱼唇 好像很厉害 是的,可以的 其实是因为用一个鱼头 可以做两种菜式出来的 刚才那个是吃它的软滑和鲜味 这个是吃香口的 好,我简单介绍一些材料 简单是蒜子 薑 干葱 红椒 青椒 洋葱 加一些鲜酱油 或者加一些汤 轻轻煮一下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颜色也非常丰富 是的 因为现在这些鱼头 这些鱼头需要炸得很香 我现在先加鱼头 好 对 预热油 这次最好 第一时间先加姜 你小心 好 先加姜 爆香就知道 是的 下完姜 再加一些干葱 再加蒜子 因为这个炸需要时间 我现在先处理鱼唇 好 其实鱼唇是哪个位置呢 Sanny 好,我现在告诉你 是 正常如果真的要煮鱼唇的菜式 我们中间硬身的大骨 是不用的 是不要的 对了 只要面珠燈 向前 转到这个位置 而且反转 鱼魂的位置 这位置是否最多肉 所以才要这个位置 最滑 最滑 面珠燈当然比较滑 对了 因为这个硬骨很硬 你会吃不到 现在我先斩给你看 好吗 这个鱼架的位置 我们先脱出 先脱出鱼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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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怕斩不到 可以放一块毛巾 这样 再这样按住它 因为手会痛 好,女孩子就这样斩了 对了,毛巾 你手部就不用痛了 他真的起小地摔下去 对了 那它就脱出来了 好 好,现在怎么做呢 中间 对了 你说不可以要鱼骨的位置 对了 所以也要中间弄一弄 对了 现在我示范给你看 如果平时的大刀闊斧 就一刀弄下去 对了 打开给你看 好的 所以这个位置是很硬的 中间斩一斩 对了 现在可以这样 一刀 清脆利落 那就全开了 对了 再斩 这个位置很硬 我们要先在这个位置拿刀 硬的位置拿刀 对,先拿刀 对了 对了 然后沿着鱼云的位置 这个位置 摘下去 好,鱼头开了耳朵 我们把它放开 每一边用斜刀斩 一开四 半边鱼头可以斩到八件 对了 现在我们的鱼头炸到够香 我们可以先倒起了 我们可以处理下一步 那现在呢 开好一件 也要放一点底味 对了 放点盐 对了,放点盐 当然了 我们视乎不同的食材 有不同的做法 对了 好了,放好盐 拌均匀 放一点三分 让它稍后煎的时间更容易煎 如果这些鱼云的位置 我建议可以多放一点三分 因为它的面积有波浪纹 它不是平的 而且这个位置有很多水分 那就爆得越来越厉害了 对了,所以要多放一点三分 我们女孩子们最怕就是这个煎的步骤 对了 就是现在大约一个鱼头 我们放两茶匙的三分 两茶匙三分 对了 再把它拌均匀就可以了 好 好,我们刚才炸完的材料头 煎饼和油 我们不用换锅 我们要用完油 不方便 因为它的香味会停留起来 你也看到了 其实炸出来一定是近鱼云的位置 会更厚一点 那我们先放这些 尽量摊平它 那鱼唇除了是这个煮法之外 还有其他做法呢 其实也有很多变的 你经常会吃到的 就是炸椒蒸鱼云 薑葱鱼云煮 或鱼唇煮 或鱼唇煮 鱼唇煮 鱼唇煮很棒 是的 就是很多野味 煎炸的东西 其实也可以用鱼云 是 还有鱼唇这种东西 但是要处理那里 我也觉得是 切那里是最难的 已经有点金黄色了 你看到油分好像不足够 那就再加多一点油 放入它 那火力方面 其实是否开中火就可以了 那煎鱼云 要一直保持中火煎到尾 就可以了 在这个时间可以摇一摇 可以一直煎到观察它 有没有开始金黄色了 面金黄色了 对了 就可以翻了它 翻了它 好了 鱼云煎到两边金黄色 金黄色 够了香口 就可以放入料头 放入料头 纸洋葱 青椒 红椒 除了给它颜色 让它看上去 看上去 看上去的颜色更漂亮 对了 多一点味道 这些料头在什么时间下 我们下完汤之后 再放在一起 轻轻煮 它的味道就会更加香 好,现在可以放入料头 再放入料头 是 很香 是 鲜香味就马上出来了 爆到所有料头 以及干葱蒜 都放入料头 在这个时间 可以加少许青鸡汤 这个步骤也要加青鸡汤 我闭嘴 大家听听 是,因为料头 你不放入料头 就会出不了味 可以调味 蚝油 还有生抽 还有少许鲜酱油 鲜酱油 鲜酱油 好,我们收到醬汁 开始稠身之后 放入老抽 就可以上碟吃了 完成了 到市值时间了,Stanley 趁热… 先试这个软粒粒的鱼头汤 有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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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用了无糖的豆浆 是的 但它是很甜的 是因为菜的甜味出来了 所以这次就是 为什么要选择龙芽巴 和蜜的配搭 是的,而且蜜的鲜甜味 也是出来了 嗯,这个汤很足够 很鲜味 女生最喜欢喝什么 好像很饱 而且我特意分了鱼魂给你试一下 你可以试一下 看是否够滑 好,我会用这个做法 试一下鱼魂 我先试一下 这个你女女一定很喜欢吃 很滑 而且重点是没有骨 而且为什么需要用多一点技巧呢 用鸡汤和蜆去看着鱼头的做法 可以容易控制到生熟程度 好,每个都是心思胃 对 回去做给母亲大人试一下 对 好,我们试完这个汤之后 我们试一下这个香口的做法 好,香口的做法 对 这个就是煎鱼唇 对 这个也是做得很滑 这个位置很好吃 但是它就是吃那个浓味 而且很香口 我平时吃鱼很怕腥 但是你这次用了蒜头和姜 炒香了它 是的 很滑的味道 所以这个就是淡水鱼 是 就是要加些姜、葱、蒜 加些香味 混合在一起,你会吃不到腥味 只吃到鲜甜味 没错 就是喝完这么清的汤之后 再吃一个这么香口的鱼唇 是的 极吸享受 所以我们平时在家煮饭 都是要煮不同的味道 因为每个的口味都不同 有些会喜欢我们的香口 更香口 有些想喜欢吃得有营养 清的、滑的做法 所以这次用了一个月 做了两种菜式给你试一下 真的太优秀了 两种味道都可以做出来 好的 谢谢你,Sanny 教我们做了两种菜式 又容易做又好吃 下次再找你,行不行 没问题了 有机会再煮给你试一下 好,那我们下集再见 每个家都有自己的蒸肉饼配方 有人喜欢加梅菜 有人就喜欢加咸鱼 至于咸蛋蒸肉饼 相信一定是最多人煮的家常食法 煎鱼豆腐就是肉碎加豆腐 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是煮得好吃 包你白饭都可以添多两碗 了解 啊 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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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